接下来今天这个session很重要 就是要让大家带一些东西回去的 而且是非常优惠的部分 所以今天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让你自己成为炙手可乐的AI人才 那今天大家来到这边 那我也分享一下 我是AW培训认证部经理 那我负责台湾跟香港 那这六年多的时间 我负责云端的培训 那应该是说从去年年底开始 尤其到现在 我接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客户的需求 那全部都是在讲AI的培训技能 找人才 甚至他们会办很多AI的hack song 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趋势 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AI不是只有技术人员的一个职责 那非技术人员 或者是负责客户前线的人员 也非常重要 大家需要协同合作 去找到适合的应用场景 重点是要帮企业升财 那这个非常重要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台湾AI转型的速度 非常惊人 那预计到2028年 不管企业的规模大小 甚至政府 我们也接触到很多政府 都在focus在这个AI的领域里面 那89%的受访顾客 雇主会先优先聘用AI人才 那这个AI人才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因为它可能跟资料相关 或者是说跟AI machine learning 跟你在如何去解决公司的一些高效的问题 或者是产生新的场景都有关系 那75%的雇主在寻找相对需要这个技能的时候 产生了一些困难 所以的确就是说 我们从政府 或是从客户 或从个人 我们今年的这个AI会延续到明年 是非常非常的强劲的 那大家很关心的薪水部分 那根据我们的调查 台湾具有AI技术高端 这个专业知识的人 你可以获得将近 快40%的一个加薪幅度 那大家去看 就是说 这里面不是只有 这个技术人员 需要的技术人员的使用率增加1.4倍 但是非技术相关的AI领域 也会增加1.6倍 甚至微幅高于技术人员 那这是为什么呢 那其实我们在跟很多企业客户 或者是使用者去讨论的时候 大家非常需要知道一个叫场景嘛 也就是说 不管是对内或是对外 如何可以去帮助公司产生高效 去节能而且有高效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 非常需要不是只有技术人员 尤其是前线你跟客户 或者是你直接面对的是营收部分的人 也要去思考什么样的东西 可能产生这样的效能 所以非技术人员的AI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等一下我就会让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待会有一个我们AWS 最新推出的AI国际认证 那这个认证的话里面就会包含就是 AI的运用 如何利用AWS解决跟提升AI技能 这个是针对技术非技术 所有人都能够来参与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生成是AI必备的技能 里面非常广 里面包含就是governments 还有一些machine learning 还有就是transformation token model 等等非常多东西 那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AWS致力于AI的部分 其实是投入非常非常多的心力 跟资源在这上面 那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认证概括 那这个是全球同步的一个认证 那我们在今年推出了这个新的AI基础认证 还有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助理级的部分 那今天这一个AI的一个认证呢 就是我们今天想要重点跟大家去做分享的 这个是AI入门的认证 所以我们有相对应的program 帮助大家拿到这一个AI国际认证 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发布的两个新的认证 那这一个呢 certified的AI practitioner 那这个的话基础认证 适合各种背景跟经验的人士 那这个的认证的话是 8月多我们推出beta版 10月推出正式版 我本人在11月4号 也自己去考了这张考试 那这张的话去考 大概会考65题的题目 那都是选择题 那满分1000分 你通过700分的话 就可以拿到这张认证 里面考的话是两个方向 第一个场景运用 也就是让大家真的知道说 为什么要用生成式AI 生成式AI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它可以帮助企业内部外部 什么样的场景 那再者呢 也会有关于AWS的一些应用服务 如何来配套 来去协助这个AI的这个场景去实现 那另外一个associate level呢 特别是针对你有这个建构 部署维护AI machine learning 解决的个人 所以比较是进阶一点的 那我们今天是针对这个 最新的这个AI的认证 来去提供一些相对应的一个 帮助你考试的一个要诀 那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对于就是你获得认证有什么样的好处 其实我跟非常多的客户去谈 他们在找寻人才的时候 那在茫茫的人才的一些release里面 如果你已经确认你有AWS原厂 certified的一个认证 那其实会加速到你去面试的机会 所以这个那如果你真的已经获取了 这个认证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在收入的部分 会增加百分之74 那在面试邀约也会超过平均2.7倍 还有一个就是说在长期的部分 百分之83认为就是这个认证 可以增加它长期的工作保障 那我让大家知道一下 AWS认证也没有那么难 但也不是说非常简单 是你的确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做的 那因为这个认证是国际统一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拿到这个认证 你到国外就是找工作或者是有什么样需求 是整个国际都是认可的 好 这张跟下一张最重要 好不好 可以拍下来 我们也会免费提供给大家没有问题 那今天要跟大家浪取一个非常针对 一一这次活动的这个 AI认证冲刺班 我们帮助你两个月内应考 开启AI职业职能 我认为大家今天已经花了半天的时间来到这里 这一个就是能够帮助你心动 可以马上行动的活动 那这一个部分 你第一你扫这个QR Code 可以到报名的页面 也就是今天呢 你就可以报名了这个考试冲刺班 所以考试冲刺班就是说 我们有线上备考营 考取认证之后 还有做一个媒合 那还有就是两波这个媒合的机会 所以大家第一步呢 先扫这个QR Code 点进去 就可以报名这个冲刺班 里面就会有一些助教的服务 还有一些先修课程 这一些都是免费的 还有一些大师考过的心得分享 这一些全部都是免费的自学的部分 还有就是大家的经验分享 那你报名完之后 我们在12月13号晚上7点到9点 有原厂AW老师 也就AW员工 我的部门的人 能够直接Live的去做两个小时的 考前备考冲刺 所以会分析就是 如何考试的架构 还有提醒 那你全程这两个小时参与之后 你全程参与就可以获得 50%的考试优惠吗 再来这一个最重要了 我们真的很大方 30位有奖真达 也就是老师在线上上课的时候 会问一些问题 您如果是在这30名额里面 你可以得到百分百免费的考试折扣吗 也就是你去考这个考试是完全免费的 这个考试券价值美金100元 也就是大概3200块台币 那第一个你参加完 报名完之后 参加考试营之后 您需要在1月24号前考取你的认证 那你就是可以在2月14号之前 把背举认证的徽章提交给助理 我们就能够获得111独家的一个 美缺职合履历推荐 我们这个是一条龙的 您今天在参加 还有老师做一些知识的分享 得到国际认证 后面还有职缺的媒合 那第一波没赶上没关系 还有第二波媒合 2月25号也就是过完年之后 过完年之后考取认证 一样提供给背举 去证明也可以获得独家111的一个 职缺媒合跟履历的推荐 所以这个program呢 是我们今天最主要推的活动 为了大家今天来参与来设计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 刚刚一样是刚刚的报名页面 你会看到第二个最下面 如果你需要老师手把手的指导 您可以参加我们这一个限定五五折 其实111也是礼拜一才111嘛 这整个月都是111的活动 所以这个五五折的优惠 是原厂课程价值7000多块 那我们特价五五折 直接到AWS原厂的总部 在微风南山12楼AWS总部 由我们原厂老师 AWS员工直接指导的半天课程 刚刚那些您都可以免费参加 那这个的话是直接面对面的跟老师去交流 老师直接上课 这里面是有原厂的教材 上完课还有完课证书给到大家 所以第二个刚刚在报名的页面 第二项就是参加我们这一个 限定五五折的一个老师手把手的一个课程 那直接传说一些技能给到大家 所以这个是我今天带给大家 希望大家心动可以马上行动 也就是今天参加了报考这一个考试 有一些考前的课程 然后去考取认证 然后进而可以做直缺的媒合 或是把你的认证给po在你的linking social media上面 然后更多的希望大家借由这样的过程 能够帮助大家能够真的去上手AI 所以希望大家踊跃 动动手指转发起来 点点滑鼠按赞起来 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